香港球迷通常就是 飾曼聯、阿仙奴、利物浦、熱賜等等 但我呢 因為以前讀書喜歡這裏叫葉紹易志 我們現在在踢英格蘭冠軍聯賽 今天對Brandsburg我來的時候就輸了1比0 我來到不知是否能支持他呢 追和1比1 YES 這次真的不是恭喜施勇 葉紹子這對Brandsburg和Colf School是有密切的關係 這間學校位於英格蘭的東部佔地480英謀 很誇張吧 最出名是精英運動計劃 我小時候偶像Alan Lee 以前是葉紹子的前鋒 他踢英超的圍拉和水晶攻入了119球 今年9月才被Colf School邀請 執教學校的精英足球訓練項目 如果踢得好 其實有機會可以踢英格蘭頂級聯賽 如果我小時候可以讓Alan教球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機會進來踢呢 Brand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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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is it? Sam, I got to be totally honest, it wasn't very good 今天賽鋪了Ipsos, though Listen, you need a lot of work for you in the first team But at the moment, you can start with the under tens 可以去Under Tennis也好 葉瑟維治對球主隊踢成點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的清訓做得很出色 Academy今年還有幾個球員被車路士萬元成簽了 還出過幾個英格蘭國家隊球員 今天還有得去參觀他的清訓 看完真的興奮到三天都睡不著 足球是很短的職業 我們所提供的是全職的教育 而且是超級教育的 所以孩子們不會失敗在教育的 沒錯,這個教育是剛開始 不過參加的學生都很喜歡Alan 似乎已經很多不少東西了 這個教練Alan Leary 入了球,如果你不慶祝的話 他會告訴你 為什麼不慶祝? 他會說快點慶祝,你入球 因為他以前都是正前 所以對於我來說有點優勢 因為他可以教我很多東西 教你正前 有時早上7時45分 要去練瑜伽、體能 自己的體能 即是說 每天他迫你要在跑步機 你起碼不知道要踩多久 才可以開始訓練 還有他這裡的訓練 是教你跑步的技術 以及你轉身 那些 怎樣才可以最快 和怎樣跳得高一點 我們這隊其實都是14、15歲 組在一起 但他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三 都會放學之後安排一場比賽 就是比我們14、15歲 比賽比較高中 即是低下六和下六 其實我們是贏了三場 有一場和了 就是和了高中 他們也是很厲害的 那一場就是左邊 我們前面有三個 中間就是我們正前 右邊和左邊就是 左邊就是一個烏克蘭 右邊就是一個西巴牙 西巴牙是一個很能扭的 因為他見到我們這裡 只有幾個西巴牙 即是無法跟我們傳球 他自己扭 扭到那些中陸 在那邊趴我們 底線就這樣傳中 其實我不用做什麼 走進去禁區 然後整球隨時傳球 都可以 等他們傳中給我 之後那場就進了兩球 他的時間桌 安排得很好 他每天有限定你 一個小時做功課 之後他九點四十五分 會關燈 還有他會收到你的手機 我來的時候 都覺得很驚訝 我覺得很不開心 哪有人九點四十五分 睡覺 在香港 以前英國階級觀念很重 私校不會投放太多資源 去足球 網球 這類運動 其實這間學院 最高的成績 是他的專業網球訓練 網球訓練學院 已經有十四年的歷史 一開始學生 是county level 現在已經培養出全國的冠軍 這裡請來的教練 全都是英國政府 的lawn tennis association 你以為好少女生會打地เห pass 他們都說學對男人比例是五十五十 如果你看到教練那樣 可能你會明白 為什麼地方有這麼多女生 在 Att senator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有12个游戏教练 从前迄的游戏球员 到专业游戏球员 到专业游戏球员 我是澳门来的 之前读澳门选功会割策学校 以及打球打了五、六年 以前也有代表过澳门去参加一些比赛 例如在广州的邀请赛和围州 没有人喜欢 就算你未打過球都可以在這裡學打球 你可以自己選擇想打哪個program 可以跟他講 因為每個program的中數度和訓練強度都不同 原來教練會幫你編排 在球手和你差不多的水平 然後就會幫你安排時間 我自己就是high performance program 我一個星期就打六天 有十二個小時是on court 然後也有一兩個小時是physical training 和speed training 一個星期會有兩堂 都是單對單的 不過大部份都是很多squat 讓你接觸多些不同的球手 讓你進步得快些 沒錯,COVID的運動氣氛其實很濃厚 全校每星期都有兩堂80分鐘的體育堂 不過不代表他們忽略學生的學業發展 他們每一個宿舍都有很多不同的house tutor 如果學生有什麼不懂 都可以去問他不同科目的tutor 圖書館二樓有個six form center 讓學生專心去備戰A-levels 以前的年代做專業運動員 就代表著科目系學業 但現時代不同了 運動和讀書其實不一定要二選一 每個年代做專業運動 每個年代做專業運動 在世界中的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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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